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任志强被重判了18年 那么作为一党时事分析节目 我们不说这个新闻本身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它背后的东西 任志强为什么被判得如此之重 同时这个整件事情给我们传递出一个怎么样的政治信号 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 好 那有网友就问了 说任志强判的什么罪 判的贪污等等一些经济类的罪行 他真的犯罪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判决书 这个法院判决书是说 经法院审理查明 任志强在2003年至2017年间 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4974万元 收受贿赂125万 挪用公款6120万 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1.16亿元 其中国有股东华远集团财产损失5378万余元 任志强个人获利1941万元 法院称 任志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鉴于任志强自愿如实供述全部罪行 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成立 并自觉接受法院判决且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 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 并处罚金420万元 并且任志强说了 我不上诉 好 判决书我们念完了 但是在我看来 这判决书是什么 这判决书什么都不是 因为说实在的 他给任志强安的这点钱太少了 任志强那是什么人 任志强那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 不是一个普通的白手套 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要备份有备份 就贪4000多万块钱 4000多万块钱够跟人打招呼了吗 你去看看那个谁 中国华融那个赖小民 7个多亿 对不对 随便一个县官一查出来 就是上亿的贪污 任志强03年到17年 一共是十几年的时间 才贪污4000多万 不好意思打招呼 人家上任三年就能捞一个亿 你十年 十多年才4000多万 够干嘛的呀 而且就算我不说 我相信有很多网友 也都能听见风声了 任志强他不是因为 这个经济犯罪判的 这经济犯罪就像一个遮羞布 真正的原因是他出言 顶撞了今天 中国这位皇帝习近平 所以我们来解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任志强被判的这么重 那我们都知道 任志强一直以这个能言敢说出称 人称是这个 人送绰号是人大炮 那么我们现在把时间回溯到什么时候 到今年2020年的年初 中国武汉爆发了一场前所未闻的这个疫情 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整个世界当时是比较麻痹的 但是在整个中国内部 所有官员的神经都高度紧张 因为谁也不知道上面落在这锤子 到时落在谁的头上 当时你们如果还记得这个一些新闻和一些报道 你会发现当时整个中共中央是非常的沉默 不闻不问不说 新闻完全不许报道 那么就有传言说 说当时习近平在党内就面临着很大的指责 说他把这个事情搞得怎么怎么样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任志强 他不止一次的发文 来抨击当今的这个抨击当今的这个政府吧 执政 那会儿他还没有直接怼这个习近平 后来他在网上发文直接怼习近平之后 就有一些体制内部的一些老干部就说 说任志强说话不分场合不分时候 他不合时宜 当然我知道刚才站在不同立场角度 有的网友就觉得他说说的好 这个我们今天不谈他说的对错 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些江湖老人们 这些老的体制内的这些高官们 他为什么要说任志强不合时宜 那我理解他其实说的不是任志强现在的不合时宜 而是当时他批评这个习近平的时候不合时宜 那甭管怎么样吧 正是因着当时这个批评 任志强和习近平就做下扣了 所以中国这位国家主席 他有一句话说的好吗 别看现在蹦了婚 小心将来拉清单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想这个任志强啊 就已经被记在这个小清单上了 所以后来任志强在网络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文章之后 从中央就传出话来了 说什么 任志强这个案子你们谁也别碰 不许求情 不许插手 不许干涉 潜台词是什么 你们谁插手 谁求情 谁干涉 我就弄你们 这是辛仇加旧恨 所以你看任志强今年 按照周岁是69岁 按照虚岁可就70岁了 18年 18年出来他88了 他能活18年吗 有几个政治犯在中国的监狱里边能平平安安活完这18年 没有 所以任志强判的是个有期徒刑是18年 而实际上判的很可能是无期甚至是死刑 因为他已经很难活着在走出这座监狱了 所以你看任志强为什么在法庭上说我不上诉 他也没法上诉 他上诉给谁呢 因为他得罪的是今天中国的这位当权的皇帝 他没辙 他得罪了最顶头的那位 中国古代有句老话 叫18年后爷们又是一条好汉 所以你品这个味道 这18年啊 这18年的判决就是让他早投胎 好 那说完了这个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重点 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件事情整个传递出一个怎么样的政治信号 其实呢 我们来说前面我们也提到一点点 任志强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这个正经的红二代 你发现最近进入2020年下半年之后 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红二代都受到了惩处 一个呢是蔡霞 一个呢就是任志强 任志强是彻彻底底根正苗红的红二代 而且他不仅单纯是红二代的血统 他还有红二代的辈分 他还有红二代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任志强和一位高官关系密切 交情非常好 这个人就是王岐山 据称他们两个年龄相差只有三岁 过去更是有师生之谊 你知道在这个中国古代官场里面 这个同窗之谊和这个师生之谊 它是非常有讲究的 如果你是谁的学生 你进了这个朝堂之后 大家就会默认你是他的人 哪怕你想转投他人你都投不了 因为这是你的老师 天地君亲师 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繁龙 智耗下的一个产物 所以任志强被人们认为说跟王岐山关系密切 所以你看人家有背景有背景 可以说在中国就是说在所有这些敢说话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这个任志强 可是那又如何 嗯 你就算有这么多的身份 在中国在这一亩三分地上 你只要是得罪了上面那位 他想办你他随时就能办 所以这个任志强啊 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被杀掉的那只鸡 从相关的司法程序来看 一般中共的这个贪污犯经济犯啊 这一抓从抓到判 那时间可长了 不闹个一两年 这根本就不消停 你看看任志强 从抓到判才多久 这个事情很明显是从上面 他给了下面压力 让你就是快判 就是让你研判 为的什么 为的就是震慑 就是习近平想让中国所有人都知道 谁不听话 尤其是党内的 你们谁不听话 就是这个下场 所以实际上非常明显 任志强这次主要的震慑群体 还真不是中国的这些平头老百姓 平头老百姓在习近平眼里都没有资格 知道吗 离个警察就随便给你给办了 他真正要震慑的是哪些人 他真正要震慑的是中国中共党内的这批人 我们知道中共党内他是分很多派系的 他震慑就是党内那批有所谓的 有资历的 有辈分的 他要告诉这些人 谁不听他的话 他就办谁 任志强我都办了 你们看看谁是下一个 所以这个事情传递出来的第一个信号 就是未来在中国很多人如何生存下去 坦白的讲 现在中国这个情况有没有不满 有太多的不满 生活有太多的委屈 以后我会陆续给大家做一些生活中 我看了都很难过的事情 我看了都觉得心里头非常心酸的事情 中国的很多人生活真的特别的心酸 特别的难 但是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还在中国生活 如果你还想在中国就是这个国土上生活 只能把嘴闭上 只能把嘴紧紧的闭上 你不能说一个步子 谁说就弄谁 那么传递出来的第二点信号 就是说权力的一个高度集中 那么如果说以前 就是说党领导这个国家 对不对 这个什么央视姓党 警察姓党 什么什么军队姓党 什么什么哪哪哪都姓党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 传选出了一个更深词的信号 中国姓党 那么党姓什么呢 现在告诉了答案 党姓习 习近平的习 这个党现在归这个姓 所有不跟着这个姓的 就都要被惩处 都要被边缘化 就像任志强一样 对不对 什么都有 还办你 而且我还不拿这个什么呀 什么政治罪办你 我就拿经济案办你 而实际上有网友 我早就翻出了这个2001年的报道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任志强接受采访说的 审计公司查 他查了多久 查了几个月 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是2011年的事情 2011年的事情 他说判决是从2003年到2017年 这个时间正卡了钢口 那么在这个时间内 人家什么事都没有 怎么到现在一下又贪污这么多钱呢 所以这个案子 它就是个政治案 它不是什么经济案 你在联合最近这一两周 中国的一系列变化 比如说这个中国官方开始承认 中印交战当中 中国有士兵战死了 当然在中间给他们进行了一番的歌功颂德 然后有相关媒体报道 在南海地区 中国军舰开始以挑衅性的这种航行姿态 在美军舰队前面航行 你再联想到这些天大量的中共战机 在往台湾飞过去 再加上最近外交部发言人说什么 说台海中间没有中线 等等这一系列的方向 我们看到背后透露出来一个意思 就是可能习近平已经彻底抓稳了军权 他要彻底的收归收拢这个大权 要准备打仗 早在半年以前我就说过台海地区必有一战 之前两个星期左右吧 还有一些网友问 专头你个骗子 你早说要打仗 怎么还没打呀 我跟大家讲 一场战争它不是玩过家家 不是我们玩的既值战略游戏 数独三十秒就开战 没有 他要进行全力准备 这是开战第一步 他必须把全力集中 他才能把兵投放出去 否则的话这兵上战场 他不听他的 听了对手的怎么办 所以他要先进行全力集中 然后再开始运作 这个过程是最久的 但是一旦完成后面开战 就真的快了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局势 你就知道砖头说的到底准不准 我跟你说这仗基本上是打定了 不是台海就是印度 它是肯定要打 好那节目最后呢 我说点我自己的看法呀 关于这个任志强这个事情 咱们坦白的说 一个社会 需不需要任志强这样的人 我跟你讲需要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一本小说 一本世界名著 叫做牛蒙 就是这个围绕着牛啊 马呀 飞的一种大苍蝇 这大苍蝇烦不烦人 烦人 但是有这个大苍蝇的叮咬 他让这些牛马们继续前进 为了这个牛蒙啊 是一个希腊的神话故事 我今天时间有限 我不跟大家讲了 我们引用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就是苏格拉底之死 这个牛蒙的典故 就是苏格拉底在他上审判台的时候 就是临死前用的这个典故 他说当今的雅典 就是一个死气沉沉昏昏欲睡的这么一个大的牛马 我就是这个叮咬着你们 让你们清醒 让你们前进的牛蒙 我是为了你们好 这是这个苏格拉底说的 但是呢 最后他被以 是独神罪啊 还是什么罪啊 扰乱公共治安罪啊 甭管怎么样吧 弄死了 所以任志强 他所干的活 跟苏格拉底干的活 本质上是一样的 就你看这个美国 为什么美国有两党制 当然最近这个闹得特别欢 咱们不说 在最近这么激烈之前这二百年 这二百年这两党制运行的都很好 就是有一个党在下面 就跟那个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 你头上悬着这么一把剑 你能在你这王座上昏昏欲睡吗 哎呀 不能 你要时刻警惕小心着 对不对 所以说只有这样这个政党才能清醒 只有这样这个政党才能保持活力 而双方轮换的这样大选 这样的交替 才能让这个政党长久的存在下去 而中国目前这个模式来看的话 牛蒙都被掐死了 现在这牛啊都是高科技了 以前那个牛只能靠那尾巴甩来甩去 想把这个牛蒙赶走 现在这牛身上穿着现代化的铠甲 全都是360度摄像头 只要你牛蒙飞过来 摄像头捕捉到了以后 牛身上马上弹出激光炮来 扑扑两炮 我就解决了这个发现问题的人 这样一来 牛安全了 可是这牛 它也不愿意动了 就越长越肥 越长越肥 它不愿意继续往前走 那当真正的豺狼虎豹狮子来的时候 尤其这狮子也是穿着现代化铠甲 上面有有各种激光炮的时候 互相的军备抵消之后 就是一头牛和一头狮子的对抗 那观众朋友们你们说 当中国这样一头长得又肥又大 昏昏欲出的牛 怎么和一个冷静清醒的猎手进行战斗 这输赢几乎是一定的 但是可惜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就像我节目里面说的那样 受不了的就卷扑给肉身翻墙就走吧 走了肯定是有损失 你的工作呀 你的这个这个前半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但是呢 你这不是为了追求自由吗 对吧 但如果你说说还是生活更重要 还是要顾及这个眼前的家庭 那您要留下来 我就奉劝您 只能把嘴管上 没办法 否则的话 当年去问问家里老人文革是怎么批斗的 你就知道管不住嘴的 最后就都跟任志强一个下场 任志强只是开始 任志强收拾完了之后 剩下那些看不顺眼的也会一个一个被收拾 好吧 那今天这事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任志强的案子 为什么这么判 为什么判这么重 以及传递出来哪些的政治信号 基本上呢 就是这些情况 也欢迎把我们跟我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一切合理合气的讨论 我们都是欢迎的 也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 欢迎你点击屏幕下方订阅 点开旁边小铃铛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